咱们今天来说一桩当时震惊全国的命案 犯罪嫌疑人时隔28年才最终落网 1990年6月14号 家住上海市青浦县某居民小区五楼的顾先生 下了班了准备回家 等到家门口的时候 掏出来这钥匙就打开了家里的房门 赵平时一进家门 那肯定家人在忙活着呢 因为下了班了 家人也都知道该准备饭了 可是这一天打开门之后 家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卫生间和卧室的门也在那关着 客厅的地板乱糟糟的 桌子边上呢有点碎玻璃 有一点血迹 当时顾先生一看担心的都不行了 为什么呀 家里有一个刚刚三个月的女儿 她怕是不是女儿摔伤了呀 让这玻璃茶子给划破了呀 媳妇是不是带着孩子去医院了呀 一边想着 一边啊 她就把卫生间的门给打开了 这一打开门 发现她的爱人卓女士四脚朝天 躺在地上 仔细这么看呢 早就没有气息了 地板上呢 有那种被擦拭过的血迹 女儿也不知道去哪了 顾先生一看整个人的脑袋就炸了呀 情绪就崩溃了呀 赶紧跑到附近的银行 请银行的工作人员用电话报了警 发生这么恶劣的命案 警方立刻进入到现场进行勘查 在勘查现场的时候啊 就找到了顾先生的女儿 顾先生的女儿就在卧室的衣柜里面 也早就死亡了 经过鉴定 顾先生的妻子是被他人加害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女儿呢 是被他人加害导致颅脑损伤死亡 同时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 疑似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指纹 经过大量的走访排查和线索比对 警方把目光锁定在了青浦 某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 王军身上 发现这个叫王军的学生啊 案发当天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在对王军实施抓捕的时候 这王军早就逃之夭夭了 到底去哪儿谁也不知道 公安机关随后对王军进行了上网追逃 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这个消息啊 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凶狠的歹徒勒死母女的说法 就在坊间流传开了 当时啊 青浦还是县子 现在青浦市区了 很繁华 但在当时 这就是个小城镇呢 整座小城镇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 给搅动着 本来挺平静 挺安宁的这个小城镇 瞬间呢 大伙都是人心惶惶 就都猜测凶手的作案动机 到底是什么 怎么连母女都不放过呢 啊 连个三个月的孩子都不放过呀 也都担心 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呢 案件在社会上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 1990年7月26号 上海市青浦县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对犯罪嫌疑人王军批准逮捕 随后公安部门呢 把这起案件就列为了一号命案 全力侦查 但是过了那么多年 王军就跟人间蒸发式的杳无音讯 始终没有抓到他 案件的侦破呀 也一直就陷在了僵局里面 顾先生无缘无故的失去了深爱的妻子 失去了最爱的女儿 悲痛欲绝 整整28年的时间 他始终想不明白 平时我们跟谁也没结过怨 也没结过仇 究竟是什么原因凶手要把我的爱人和女儿残忍杀害呢 从1990年案发开始 这起案件的侦查人员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公安部门呢 始终没有放弃对王军的追捕 1998年 办理此案的上海某刑侦支队 把王军列为001号再逃犯罪嫌疑人 上网追逃 在2011年的轻网行动之中 公安部门又把王军作为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 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树立排查 可惜啊 案件侦破工作 一直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011年展开的那次轻网行动 我们说过很多相关的案件了 很多无影无踪的 杳无音讯的 非常难以抓捕的嫌疑人也都到案了 怎么这王军就找不着呢 这时间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 所有人都认为 追捕行动几乎不可能再完成了 甚至也有人猜测 这个王军是不是早就死了 不在世上了呀 可就在这时候 在案发28年之后 案件的侦破突然迎来了重大的转机 我们之前总说 在近几年啊 刑事侦查科技手段 真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2018年初啊 侦查人员呢 利用新技术 对这起案件重新的进行梳理 就在这次梳理过程之中 公安人员通过技术升级之后的 人像比对系统 成功的梳理出了16名 年龄 外貌和王军相似程度都比较高的人员 并且分别提请当地的公安机关 协助调查 而在这16个可疑人员之中 有一个安徽宁国籍的男子 叫徐吉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 经过当地公安机关协查 办案人员就发现 这个叫徐吉的人呐 户口是从外省市迁入到安徽宁国的 并且身份证的年龄 与再逃犯罪嫌疑人王军 仅仅差了三岁 可以说身份十分的可疑 民警立刻赶到了安徽省宁国市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 获取了徐吉的生物信息 立刻又和王军父母的DNA进行比对 最终鉴定结果显示 双方存在亲缘关系 徐吉的真实身份 就是已经失踪了28年的王军 侦察人员一时之间 甭提多激动了 苦苦追了28年的逃犯 终于现身了 侦察机关立刻制定抓捕计划 成功的把王军抓捕 并且押解回了上海 时间这一晃 就小三十年呢 王军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学生的模样了 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 的确是当年一号命案 入室行凶案潜逃的凶手 据他交代呀 1990年自己呢 在青浦某职业技术学校读书 还不满18岁呢 成绩不好 经常逃学 在案发前几个月 王军曾经几次被同学 带到了同学的哥哥家里边玩游戏去 那么这个同学的哥哥就是顾先生 当时啊 到家里边玩游戏玩的就是小霸王游戏机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仿人天堂的那个红白机啊 在那个年代 说谁家有个小霸王 那了不得了 在学生群体里面 那你就会是最受欢迎的人呢 像大伙经常玩的 过去的红白机游戏 浑斗罗呀 超级马力呀 松鼠大战呢 坦克大战呢 等等等等吧 只要把游戏卡插在游戏机上 再插到电视上 那你就能玩了 王军呢 就对这种游戏呀 就玩上瘾了 就陷在这游戏的世界里边 他无法自拔了 只要有一会儿不玩 那是插不撕饭不响 什么也不想干 就想玩游戏 由于去过顾先生家几次 王军呢 就知道顾先生家的住址了 但是啊 每回去的时候呢 都没碰到过顾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在案发当天早上 王军呢 又逃课了 他打算去顾先生家里边打游戏去 就坐公交车 来到了顾先生所住的小区 可是啊 因为之前也就来过那么几回 记不清楚顾先生家具体在哪一栋楼 王军还跟保安打听呢 说自己呀 是顾先生妹妹的同学 今天呢 我是来他家打游戏的 保安呢 因为跟顾先生啊 相对来说也比较熟 就知道顾先生住哪儿 问到门牌号之后 王军就来到了顾先生家门外 发现顾家的门是在那儿虚远着的 也没上锁 里边呢 也没声音 他以为没人在家呢 于是啊 打木大压的就进去了 到了客厅里边 就开始四处翻 四处找 找什么呀 找游戏机 这时候啊 顾先生的妻子卓女士 就听见动静了 突然从卧室里边走了出来 这卓女士之前没见过王军呢 见着一陌生人 闯了自己家里边 四处翻 四处找 卓女士第一反应 就是家里进了小偷了 立刻就大叫起来 向门外就喊 抓贼呀 抓贼呀 进贼了 王军呢 被突如其来的叫喊声 就给吓坏了 照理说 你跟卓女士仔细解释解释不完了吗 他呢 也因为惊慌失措 第一反应不是解释 而是冲过去 试图捂住卓女士的嘴 卓女士啊 就这么着 一步两步退到了厨房 随后拿起了一把菜刀 就进行反抗 在挣扎之中 用刀子呢 就割伤了王军的手臂 顿时王军的胳膊那是鲜血之流啊 可卓女士毕竟是一介女流啊 王军是一个大小伙子呀 一把上去 把菜刀可就抢下来了 把卓女士就推丧到了卫生间里 俩人呢 就撕扯扭打在了一起 王军从卓女士背后 用左手捂住了卓女士的嘴巴 用右胳膊就锁住了卓女士的脖子 用力的勒紧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 王军就感觉啊 这手上没劲了 卓女士呢 也不再挣扎了 这时候他才敢松手 松手之后 发现卓女士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王军顿时就愣住了 他感觉到这事情啊 脑大了 我怎么就杀了人了呢 他呆呆的坐到地上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他没报警 没求救 反而想出了怎么迷惑警方办案的办法 在客厅找了纸 找了笔 写了一行字 我终于报仇了 就打算误导警方 误导别人啊 这起案子是凶手干的 是仇人干的 写好字条以后 用自己的外套 把地板上的血就擦干净了 就在准备逃跑的时候 忽然呢 就听见卧室里边 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他打开卧室门这么一看 摇篮里边有一个婴儿 正在哇哇的哭呢 王军怕哭声引来邻居的注意 于是打开床边的大衣柜 把孩子抱起来就扔进去了 关上门迅速就离开了 可这大衣柜不透气啊 等民警赶到的时候 这个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 王军呢 在看守所里面 向办案检察官说 这些年呢 我东躲西藏 过得也不好 有了新的身份之后 才敢结婚生子 近几年才逐渐安定下来 没想到还是逃脱不了 作案的时候 王军只是一个没毕业的学生 可是被抓的时候 王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王军交代 因为案件发生的时候 被害人用菜刀割伤了王军的手臂 案发之后 王军胳膊上绑着的绷带 曾经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又听到大家纷纷的议论 说顾先生家里边啊 死了两个人 他就觉得完了 这事啊 是彻底完了 这要抓着我 我这命可就没了呀 王军害怕 担心警察迟早找到自己 他不想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连夜乘坐火车 向南方就逃走了 没想到这一逃 可就逃了28年 其实王军在这28年里边啊 也不老实 他用的那个徐吉的身份证 是从哪来的呢 民警啊 决定首先对这个徐吉的身份信息 进行调查 发现王军 以徐吉的身份生活的这些年里 曾经两次受到过警方的处罚 他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员 咱们先来说说 王军当时逃走之后逃去哪了 当时啊 因为王军是未成年人 也没有身份证 乘坐火车呢 也不受限制 在潜逃的前几年 王军去过湖南长沙 去过广东广州等地 你真说给人打工 他什么也不会 一直呢 就以乞讨为生 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 生活呀 非常的艰苦 有好几回他甚至想到 算了我去投案自首去吧 甚至想到过自杀 但是始终也没鼓起勇气 再后来啊 王军经过别人介绍 学习了烹饪技术啊 就什么是煎炒烹炸闷 刘敖顿 反正做饭做得好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 就逃到了新疆 先后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的餐馆打工 1997年 王军呢 在新疆魁屯市的一个餐馆 做厨师 认识了一个经常到餐馆消费的老板 一来二去的也就熟悉了 后来听说呀 这个老板有门路 可以办理身份证 王军就跟他说 我呢 是个孤儿 从小在新疆长大 到现在也没有身份信息 能不能给我办张身份证啊 那老板看王军也挺可怜 并且感觉这小伙子平时也不错啊 就答应他了 这么着 王军把自己拍好的个人照片 就交给了这个老板 一个多月之后 这个老板呢 给他拿了一张身份证 还有一个户口本 户口本上只有徐吉一个人的名字 户吉地是新疆魁屯市 王军请这个老板吃了一顿饭 表示感谢 王军这一回啊 真是高兴极了 他认为 以后就算被查问 也有身份证据了 至少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你哪怕你看我说 我像王军 那我不是啊 我叫徐吉艳 你看我有证啊 在取得新身份之后 王军就开始打算挣钱了 之前是未活 现在有了身份了 我得活得好 单单依靠做厨师挣钱 挣不了多少 没有大的前途 于是跟朋友在魁屯 共同开了一家发廊 可是啊 他们开的这发廊 也不走正道 为了快速挣钱 招揽了一些妇女 在发廊里边呢 搞色情生意 搞这个皮肉生意 1998年 发廊被当地公安机关查处 王军因为融流妇女卖淫 被劳动教养半年 王军这一回 被公安机关处罚之后 这心里边更有底了 所以啊 抓他这一回 反而抓得他很开心 因为他发现 哪怕把我抓进去了 都没发现我是王军的 都还是认为我是徐吉啊 我有徐吉这个身份 我再犯什么事 也不怕被人揭穿之前的命案了 这时候就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在新疆离家太远了 我想家 我想亲人 可是为了逃避罪责 他还是不敢跟家人联系 为了离家近一点 1999年初 独自一个人 到了杭州 因为之前呢 融流妇女卖淫被处罚过 他身上的钱呢 也剩的不多了 刚到杭州的时候 就在西湖边上卖花 在这个期间呢 还认识了一个阿姨 还认了这阿姨当干妈 这王军的能说会道的 听讨这阿姨喜欢 这让他时隔多年 第一次感受到了 有家人的温暖 有一回啊 客户跟王军订了鲜花 要求王军呢 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王军呢 带着鲜花来到公司 发现这办公室里边 一个人也没有 桌上呢 放着一块名贵的手表 结果呀 这老毛病又犯了 把鲜花放好之后 顺手牵羊 就偷了这块手表 把表放在兜里 迅速就跑了 可手表还没来得及卖呢 王军又再次被警察抓获 1999年10月份 因为犯盗窃罪 王军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出狱之后 王军是入不敷出 生活呀 又回到了原点 于是呢 又做起自己老本孩了 在浙江各地的酒店里边呢 当厨师 大家都知道 厨师的工资可着实不低 几年之后 他攒了点钱 干脆自己开了一家火锅店 并且在开店期间 就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王军以徐吉的身份 和妻子办理了结婚手续 但是啊 他一直欺骗妻子 以及妻子的家人 说自己是新疆人 从小是孤儿 结婚以后 王军就来到了妻子的老家 安徽省宁国市 一直生活着 他的爱人呢 也先后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经历了结婚生子 王军感觉 他的实时过日子 是真好啊 生活有了盼头 有了希望了 工作的尽头呢 就更足了 尽管呢 这些年来 做餐饮行也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开了三家饭店 一年下来 盈利不少 收入不菲 俨然就成了一名富商了 可看着孩子越长越大 王军呢 心里边一直也担忧 万一哪天 自己真实身份被曝光了 当年的事情被揭穿了 我的爱人 我的孩子们 该怎么过呀 王军后来跟检察官说 对于结婚这件事 我心里很矛盾 一方面呢 渴望拥有亲情和家庭 另一方面 也担心眼前的幸福 随时会化为泡影 最后 我还是选择了结婚 想用亲情 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 我女儿出生之后 在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以前的画面 一下子就呈现在眼前了 我也很害怕自己孩子学坏 担心他们像我一样 走上歪路 我不在乎他们学习成绩怎么样 只要他们做个好人就行了 2016年 王军把户口从新疆 迁到了安徽宁国 他呀 就想着后半辈子 就在妻儿老小的陪伴之下 安安稳稳的过去就得了 可没想到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自己最终 还是逃不掉法律的制裁 在王军被捕的前一周 安徽省宁国市警方通知王军 配合调查取证 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 那时候他既害怕 又心存侥幸 他想着 也许公安机关是因为什么别的事 而找错人了呢 那样我就能逃过一劫了呀 提取生物剪裁之后 王军也动过继续逃亡的念头 但是他说呀 我已经有了家庭了 还能逃到哪去呢 就算逃得再远 也逃不出自己的内心呢 28年来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睡着了也经常做噩梦 要么梦到当年杀害被害人的画面 要么梦到警察破门而入把我抓走 每回看到电视上报道再逃的嫌疑人被抓获 我更是几天睡不着 被害母女其实和我无冤无仇 这些年我始终活在愧疚和自责中 我也没脸面对年迈的父母 还有我的爱人和孩子了 父母养育了我17年 我的妻子和孩子也陪伴了我十来年 我留给他们的却是一辈子的阴霾 快30年了 我最怀念的还是当初在家里的时候 跟爸爸妈妈和弟弟坐在一个桌子旁边吃饭 其实啊 我有一次独自开车来上海参加培训 路过青浦的时候 还远远的忘了机嫌呢 其实我们看当年犯案的时候 王军和被害人无冤无仇 既不是为钱也不是为情 只是惊慌失措之下 筑成了大错 那么这代表着什么 在学生时代 他的法治意识非常淡薄 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法治意识 最终因为一念之差 因为冲动犯案 毁了被害家庭 也毁了自己的一生 行了 这个案子呀 也希望啊 能够给一些年轻的朋友 更多的警醒 更多的思考 这期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述 浙江特大抢劫杀人案 在美丽的复春江畔呢 有一个富足的江南小城 叫复阳 当然了 现在呢 是杭州的一个市区 叫复阳区 从复阳城根 穿过复春江大桥 沿着江堤 往前走不远 就可以看到一座安静的小村庄 复阳灵桥林桥镇 外沙村 这儿的村民们呢 世代的生活在这儿 可以说呀 生活田径 而又富足 可是 2001年 一起灭门惨案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这一年的6月20号 清晨 大雨啊 刚刚停止 这天呢 刚刚转晴 复阳五星职业 有限公司的员工们 来到了总经理 楼首立的家 准备一块去上海 提前商量好了 去上海啊 有事 可是楼家呢 大门紧闭 大伙啊 就在那敲门 一边敲着 一边喊 楼经理 楼经理 在家吗 怎么敲 也没人回答 怎么敲 也没人给开门 大伙呢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正好公司的会计啊 有楼首立家里边的钥匙 这么着吧 打开门看看吧 别出什么事 把这门也打开 一眼就看见了 楼首立 幼小的儿子楼宇霄 躺在厨房的地上 一股子血腥气是扑面而来 这可把大家吓了一跳 缓过神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之后 警方呢 立即出动 这时候 晨雾还没散去呢 蓝白相见 闪着警灯 鸣着警笛的警车 一辆接一辆呼啸而来 神情严肃的公安民警 从车上跳下来 迅速控制了小村的进出要道 围住了一栋小楼 小院里边啊 是一片死寂 凶暗的残忍 连酒精血腥的刑警们 也为之动容 从一楼到二楼 从卧室到客厅 一共是六具尸体 满地的血迹 灵桥镇五新职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 楼首立 和他的妻子何真蒂都死在二楼主卧 卧室里呢 被翻的是一片狼藉 年迈的双亲 倒在了一楼卧室 年幼的子女 在被残忍杀害之后 分别遗失在厨房和卫生间 整个小院里边 唯一的活物是一只母鸡 现场勘察工作 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 浙江省杭州市的刑侦专家 对歹徒留下的每一个痕迹 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得出的初步判断 应该是歹徒翻墙进院 用一种L型的工具 弄开大门 把鞋子脱掉 进屋之后 将被害人一一杀死 翻箱倒柜 抢劫了几万块的现金 和一部手机等财物 在这之后呢 迅速逃离 经过法医鉴定 六名被害者之中 五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 是被勒死的 其他四个人呢 全部是被歹徒用刀刺死的 其中啊 楼寿力身上的刀伤之多 可以说是令人发指 法医判断 凶器是一种双面刃的尖刀 620 富阳特大杀人抢劫案 是富阳市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暴力性案件 引起了省市各级领导 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案发当天晚上 就成立了 由省公安厅 杭州市公安局 富阳市公安局 共同组成的专案组 现场指挥部 设在灵桥派出所 当天晚上 专案组全体成员 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分析 凶手以劫财为目的 用绳子捆绑 毛巾独嘴 尖刀刺警等手段 杀害被害人 娄寿力呢 身强体壮 身高有一米八四 受到袭击的时候 曾经与凶手进行过搏斗 但最终呢 因为手无寸铁 被刺之后 还是倒下了 歹徒作案的时候啊 怕遗留下脚印 所以呢 把鞋子脱了 这才进去的 在楼梯 在地面上 在墙上 以及家具上 都留有大量的血迹 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分析 歹徒有两个人 或者两个人以上 其中一个人 身高差不多一米七 三十岁左右 另一个人呢 身高差不多一米六七 二十三岁左右 这俩人 体格健壮 歹徒作案之后 在现场呢 留下了五根 一米多长 千笔粗细的画线绳 绳子的两头啊 打了结 或者是被火烧过 在距离现场 差不多六百米的农田里 专案组发现 并且提取了一把 龙弓牌八寸螺丝刀 以及一把旧土制尖刀 经过初步检验 螺丝刀的刀口啊 宽是0.8厘米 与现场被撬的 张目箱子的痕迹相同 最终证实 是歹徒作案工具之一 据此 专案组决定 在继续做好 现场调查访问工作的同时 迅速查找 画线绳和螺丝刀的来源 对凶手在现场 留下的痕迹物证 迅速的在全省范围之内 查找比对 并且通过公安部 在全国协查 同时啊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在周围10个行政村 开展大规模的排查 特别是有过 前科猎记的人 并且对全省近两年来的 夜道抢劫案进行筛选 查找串兵案 6月20号到6月24号 杭州市警方 出动多名警力 对案发地周围的旅馆 饭店 出租屋 外来打工人员 聚集地等 进行了搭排查 一共有24000多人过筛 还对将近4800家建筑工地 进行了清查 现场调查走访的时候啊 楼家的邻居反应说了 说案发当天晚上 1点40分左右 我呢 听见楼家 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 和众物倒地的声音 此后就没有动静了 当时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 邻居的说法 和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 是相吻合的 说明歹徒作案 是在这个时间 那么 杀害 楼经理一家的 会不会是他的仇人呢 五辛职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股份制企业 楼经理呢 是公司总经理 这公司啊 1998年就成立了 成立以后呢 生产经营情况 一直很好 楼经理和合伙人之间呢 也有点小矛盾 但是经过排查 不存在什么生死仇怨 也没发现 其他诸如引起情杀呀 或者其他杀人理由的因素 侦察人员 对五辛职业公司的打工人员 也都挨个的进行了排查 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6月21号下午 建德市公安局 向专案组呢 报告了一条串并案的线索 说6月10号晚上一点 建德李家镇 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 歹徒呢 采用撞门 脱鞋入室 捆绑之后 用刀威逼的手段 进行抢劫 两名歹徒 身高一米七左右 是年轻人 那么 这就和杀害楼经李一家的 这歹徒 有很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 首先作案手段上来说 脱鞋入室 同时呢 又是捆绑 又是用刀威逼 而在楼经李家里 不也发现了捆绑用的绳子吗 同时 楼经李一家 除了两个孩子是被掐死的 剩下的都是被刀刺死的呀 再根据现场法医和横检的鉴定啊 判断 杀害楼经李一家的歹徒 身高应该是一米七左右 年纪不大 那么 得到了建德市公安局的这条消息之后 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的刑侦专家 在当天下午 立刻赶往建德 7月2号 此案犯罪嫌疑人 终于被建德警方抓获 可最终啊 经过层层的比对 发现这两个歹徒 与富阳案的作案凶手 没有任何的关联 此时正是6月份啊 这对于江浙一带来说 整是热得难受的时候 汗流浃背的刑警们 也没工夫顾上热了 查着案件的每一条可疑线索 时间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线索被一条一条的否定了 成千上万的痕迹物证 被比对 随后被排除 时间一直到了7月22号 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这条消息啊 让专案组的全体成员 为之欢呼 竹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工程师 钱国灿 在对刑事犯罪资料 进行比对的时候 发现案发现场的痕迹物证 和发生在贵州省的一件事啊 是一样的 这件事呢 发生在2001年4月15号凌晨 在贵州省松桃 市长乡严角村 有这么俩人 一个叫田应成 一个叫吴志瑶 他们呢 身边带着刀 还带着两根绳子 大晚上的 在外边行走 因为刑际可疑 被成熙派出所民警 就给留下了 相关的信息呢 也就被提去了 所以 富阳案的 这个相关的痕迹物证 才有机会啊 跟贵州省的 这起事件里面的 这些痕迹物证 来进行比对 浙江省公安刑警总队 和杭州市公安局的 刑事技术人员 听到消息之后 立即赶赴诸记 对痕迹物证结果 进行认定 最终认定为 物证痕迹 都是统一的 至此 富阳案凶手的狐狸尾巴 算是被警方揪住了 7月23号 省公安厅 向全省公安机关 下发追捕 富阳案犯罪嫌疑人 田英成等人的 紧急协查通报 案情至此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23号 民警在大清查行动之中 发现富阳案的 查控人员吴志尧 在萧山楼塔镇出现了 专案组呢 紧急赶往萧山 布置抓捕 下午6点左右 吴志尧 在楼塔租住点附近 被萧山警方抓获 同时 在他租住点 还抓获了富阳案的知情人 史中辉 经过突审 俩人呐交代了 说富阳案作案凶手啊 一共有这么四个人 分别是田应成 男二十六岁 田兴寿 男三十二岁 吴志云 男二十六岁 吴志金 男二十八岁 他们都是贵州松桃的老乡 住在同一个租住点 6月19号晚上 这四个人 带着两把尖刀 两把螺丝刀 就出去了 二十号早晨六点左右 吴志云 田兴寿 这俩人 拿着刚洗过的衣服等物品 就回到了租住点 吃过早饭之后呢 吴志云呢 带着女朋友 和田兴寿 就跑了 临走的时候 俩人对吴志瑶 和史中辉 就说 说你们呢 别把事情说出去 如果有人问 就说我们到温州去了 到了十点左右 另外的两个人 田应成 吴志金 也拿着装有 湿衣服的编织袋回来了 向吴志瑶呢 借了三百块钱之后 也逃跑了 那么这几个人 为什么会选娄寿利家 作为作案目标呢 后来刑侦人员调查到 案发之前 在五新职业 有限公司旁边 顺达造职厂打工的 贵州松桃人田敏 曾经和这四个歹徒啊 有过接触 经过审讯 田敏也交代了 他说我呢 和他们四个说过 娄寿利是老板 有钱 并且啊 在案发之前 去楼家采过点 据调查 作案凶手里边的田兴兽 在贵州当地 曾经因为抢劫农村信用社 被判十年徒刑 2000年才刑满释放 根据当地公安机关提供的资料 傅阳案现场痕迹物证 与田兴兽的痕迹物证 相互对比 证明是同一个人 吴志云呢 在案发前两年 在萧山 因为涉嫌盗窃 在警方也留有案底 痕迹物证 也和傅阳案现场的痕迹物证 相互对比 证明是同一个人 7月25号上午 赶赴贵州松桃县的抓捕小组 传来消息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 已经查明 田兴成 吴志云 吴志金等人 都躲在家里呢 松桃县呢 地处湖南 贵州 四川 三省交界处 境内是群山连绵 严角村呢 依山而建 分为上寨下寨 村子不大 人也不多 按追捕小组最初的想法 在这个村子里边 要抓个人 难度不大 但是 当追捕小组 到达松桃 并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 对严角村进行勘察之后 却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严角村 地处大山腹地 想跟外界联系啊 是南上加南 手机信号不通 也没有电话 汽车 也没法直接到达 四名犯罪分子作案之后 的确已经逃回村寨 这个村子的村民相互之间 大多是沾亲带故 所以他们在村子里 对自己在外面做了大案 并不隐晦 因为我就是说了 大家呢 也会帮着我 他们是居无定所 白天呢 偶尔在村里或者家里 其实这哪能称得上是家呀 就是竖几根竹子 上边用茅草搭一个棚而已 他们偶尔呢 在家里出现一下 晚上呢 则一头钻进大山密林里边躲藏去 围捕工作难度非常的大 7月26号凌晨 第一次围捕行动开始 松桃警方组织了20名干警 与追捕小组一起出击 大晚上的 干警们步行一个多小时 进入村庄 包围了几名犯罪分子的家 按照计划 分组对目标同时进行出击 结果一无所获 这一下没逮着他们 这可就打草惊蛇了 几个犯罪分子 就像惊弓之鸟 原来呢 是大大咧咧集体出没 这回变成分头躲藏了 追捕的难度就更大了 但专案组并不气馁 他们呢 在贵州警方的密切配合之下 以盘信为中心 在贵州与湖南交界的棘手 凤凰 麻扬 怀化 同仁 大兴一带 形成善行包围圈 由于当地村民关系复杂 常规的布控 没法入手 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之下 追捕组整理出在松桃 以及附近地区的将近六十个关系点 逐个的摸牌布控 转眼 就到了八月中旬 根据确切消息 四名犯罪分子 依旧躲藏在附近的大山里 八月十八号凌晨 按照预定方案 全体干警 分组进入指定位置 整个计划中的区域 被完全包围起来了 五点半 趁着天色刚亮 行动开始了 忽然啊 在严角村背靠的大山顶上 负责观察的小组 发现在包围圈以外的一座小山顶上 有可疑目标 一开始呢 是不动的 后来啊 就看见 在缓缓的移动 远远的望过去 像是俩人 大家赶紧打电话给山下 正在搜索的大队 情急之下 他们忘了 手机在这失灵啊 没信号啊 可下山报信 最起码大半个小时 时间来不及 于是大家呢 只能拼了命的 冲着山下喊叫 打手势 山下的大队人马 一开始是没听见 后来呢 是不明白 因为听不见声音 光看见手势了 等最后弄明白了 围过来了 犯罪分子早就被惊动 又逃进茫茫大山里了 事后的信息证实 当时在小山顶上的 确实就是歹徒 吴志金和吴志云两个人 这一天呢 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第二天 又一个确切的消息传来 田应城躲藏在 这个县太平乡上天堂村 他一家里边 正为上一次行动失败 而懊悔的民警们 是摩拳擦掌 决定再次进山 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察觉 行动小组 关掉所有的手电筒 在平时只有野兽才走的路上 贴着悬崖峭壁 几乎是手脚并用的摸黑前进 每一步都非常危险 在接近村寨的时候 为了不发出一点点的脚步声 民警们更是跨出一步 直到真正踩稳了 再卖第二步 田应城这时候 道尔大得咧咧 在亲戚家里边 跟别人搓麻将呢 8月19号凌晨一点五十 民警们 砰的一脚踢开房门 还没等田应城反应过来 松桃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冲上去 就把他摁在地上了 田应城被抓了 另外三名犯罪分子更害怕了 以更诡秘的办法 分头躲藏 因为没钱 没法外逃 他们呢 就向更远 更高的山里躲藏 饿了 吃点野菜野果子 偶尔呢 回家吃顿热饭 再带点吃的出来 也是马上就离开 对他们的行踪 家属也是守口如瓶 一问八不知 都不是三不知了 追捕行动 再次陷入艰难 专案组呢 也及时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教训 上回就是 发现人影了 可山上的跟山下的没法联系啊 在那光喊叫也听不见呢 这回啊 从杭州调来对讲机 夜视仪等设备 每天对从各方面获得的信息 进行分析甄别 后来他们得知 吴志金吴志云 隔几天呢 就得回家一回 时间都在晚上 专案组就在天黑以后 进入他们可能经过的路线 进行伏击 可是啊 组织过无数次的突击行动 都没有成功 有几回 仅仅相差几分钟 就能逮到他们了 为了防止他们外逃 干净放弃了春节回家的机会 坚持留在贵州 这时候不是快春节了吗 他们分头啊 在松桃县周边地区 以及通往湖南重庆等地的交通要道上 进行大规模布控 马上到春节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 人员集散地 这些公共场所 人是越来越多 民警呢 张贴悬赏通告 因为人多 这声势可就造出来了 迫使犯罪分子啊 不敢逃窜 后来事实证明 这招还真管用 吴志金吴志云 当时确实已经准备外逃了 甚至已经到过湖南境内了 就是因为 不管到哪都能看见 抓捕他们的通告 感觉外边风声太紧了 得了吧 咱还回去吧 这才又回到松桃县 给追捕工作 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间 一直到了2002年3月14号 这一天下午的时候 松桃县警方接到村民举报 说附近山上啊 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 当时领导立即意识到 很可能就是吴志金 吴志云 于是率领刑侦大队五名干警 赶到山上 在半山腰一个山洞里 发现有棉被 锅碗瓢盆等物品 侦察员们呢 就在山洞周围埋伏下来 傍晚六点多 有俩人鬼鬼祟祟的 从山上下来 远远望过去 正是吴志金吴志云 当时啊 民警立刻冲上去 拔出手枪指着俩人 不许动 这俩人没想到 这么隐秘的地方 都有人埋伏啊 我俩都住山洞了 还能找着我们呢 俩人当时吓得 瘫倒在地上 在压回他们的路上 俩人还总想着跑呢 当然 已经落入法网了 在想跑 想什么好事呢 在大山里啊 这些干警们 度过了整整 二百四十多天 终于能够压着 吴志金吴志云 从贵州省返回浙江了 2002年3月23号 杭州警方正式宣布 震惊全国的浙江富阳620 特大杀人抢劫案告破 后来经过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田应成 吴志金 吴志云 伙同田兴寿 经过预谋 在2001年6月19号下午 准备了尖刀 螺丝刀 绳子等作案工具 从萧山楼塔 搭乘过路客车 到了富阳市 灵桥镇外沙村 打算抢劫作案 四个人经过踩点 确定楼首立的家 为作案对象 并且隐藏在 这个村子路边的 一个抽水机房里 准备司机作案 2001年6月20号凌晨 四个人翻墙 进入了楼首立家 推门进入一楼 在卧室里啊 看见了楼首立的父母 他的父母呢 被这动静惊醒了 毕竟人上年纪了 睡觉啊 没有那么死事 田应成田兴寿 一看怎么着 醒了 上去就摁住了 楼首立的父亲 用尖刀 猛刺他父亲的脖子 同时 吴志金 还有吴志云 上去残忍的杀害了 楼首立的母亲 跟老两口睡这儿的 还有楼首立的女儿 这一伙子歹徒啊 残忍的 把楼首立的女儿 楼之慧 抱出房外 用绳索勒紧致死 并且扔在了一楼的卫生间 这时候睡在二楼的楼首立 何真帝夫妇 听到一楼的声响 整打算打开房门 去看看怎么回事呢 四个人就冲进来了 用尖刀 螺丝刀 猛刺楼首立 和何真帝 导致被害人楼首立 全身遭双面刃锐气 多次刺戳 致心肺破裂 失血性 休克死亡 导致被害人何真帝 颈部遭双面刃锐气 多次刺戳 致右颈外静脉 所锁骨下动脉破裂 失血性休克死亡 后来被告人田莹成 又用毛巾勒死了 他们的儿子 楼宇霄 并且把尸体扔在了一楼厨房 随后四个人呢 在家里 一共是搜得手机一部 一部分现金 还有衣物等物品之后 逃离现场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 被告人田莹成 吴志金 吴志云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有预谋 有准备的截伙入户 采用暴力手段 截取他人财物 并导致六人死亡的行为 都已构成抢劫罪 并且具有两项 抢劫犯罪的加重情结 公诉机关 指控三名被告人 所犯罪名成立 三名被告人 都积极实施抢劫杀人行为 并共同导致六名被害人死亡 手段残忍 情节特别恶劣 社会危害极大 应依法言成 法院判处 田莹成 吴志金 吴志云 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没收其个人 全部财产 好了 至此 傅阳特大抢劫灭门杀人案 就为大家 讲述完了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的 再度 订查